。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艾瑞環球日記 我是艾瑞 我們今天來到西安城牆 西安城牆呢 它是整個中國算是保存的最完整 而且範圍也最大的一個防禦性城牆 非常非常完整 就是四面環一圈的 而且西安城牆在當初建造的時候 就建造得非常工整 所以就是橫得很直 然後直的就是怎麼講 一個完整的長方形的概念 那我們今天到了西安城牆 我們就首先先來到了它的南鎮門 就是永寧門給大家看一下 前面這裡 前面那邊就是永寧門 城牆呢上城牆是要買票的 一個人是54塊錢人民幣 城人票54塊錢 這麼大一圈很難走 整個西安城牆 在城牆上面是可以騎腳踏車 你可以租腳踏車騎 那但是就算是騎腳踏車呢 據說繞一圈好像要將近三個小時 騎腳踏車繞一圈三個小時 很大 就是你要用走的話真的會走死的 真的是走死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也不會走完全步 我們預計就是這邊南門徑 然後走到大概東門的地方 大概就這樣一個 四分之一個轉彎 就這樣而已 因為它整個沉起來 因為其實每一個轉彎的那個 風格建築內容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只要看其中一個轉彎就好 那也推薦大家 如果說你要騎腳踏車的話呢 你一定要南門進 因為只有南門可以租車 其他門租車的很少 因為南門是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主門啦 它最主要的門在南門 然後如果說你們是散步的話 那想要假設你是在大陸比較人潮多的時候 比如說六日 或者是那種他們的長假來的時候 那麼你一定要去就是其他的門 千萬不要來南門 你會擠得擠死人 絕對上不去 那個真的是跟古代那個千軍萬馬工程一樣 就擠在那個瓮城裡面 被屠殺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就千萬不要去擠 好不好 那我們就準備上城門 走 我們前面這邊呢 這個永寧門 剛才講到吧 它是整個西安城牆的主門 最主要的一個門 那麼這個永寧門呢 我們現在所有看到的城牆 城樓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明代時候建造的 這個整個現在的城牆呢 是在西元1374年的時候 那時候明朝去建立的 那個時候設立了一個叫做西安府 所以才重新建了這樣的一個城牆 但是呢 我們現在這個永寧門這個位置 這個門呢 它當初在明朝的時候呢 它是在以前隋唐時代的城牆 南安門 把它保留下來 部分 然後在原子上再加固 加建 這樣去 所以它也是以前在唐宋時期的南安門的位置 那這永寧門雖然它是主門 但其實它並不在整個城的長方形的正中央 它不完全在正中央 它在中央偏西一丟丟 為什麼就是這樣 就是當初設計上就是這樣 可能沒算好吧我也不知道 這個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地底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塞在偏一點點 對 那當這個它以前呢 在南安門就是隋唐那個南安門 也是在整個隋唐時代長安的城牆裡面 在偏東一點 就是它們好像都有這個習慣 就是不完全是個正的 對 沒有完全正的 OK 那在進城牆前呢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 這就是護城河 護城河然後前面就有一個吊橋 這個是在古代啊 這個是唯一能夠進城的一個 唯一通道 對 好 所以這邊就有護城河 護城河是怎麼作用 大家都知道吧 第一個當然就是 防止人家 讓人家外來的攻打進來不方便嘛 對啊 還有第二個作用 第二個作用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這些城門啊 其實有非常多都是用木火箭 對 如果人家用火攻 射火箭 你就是著了 著了以後怎麼辦呢 就可以撈護城河的時候 去救 去滅火 對 這是兩個作用 OK 那我們就 現在也是要走這個橋 也是從這邊入園 從這邊進城牆 走 進城牆 永寧門 OK 那我們來看城牆要看什麼 就主要就是要看這個 古代的防禦公式 他們怎麼防 對不對 第一個有的是護城河 其實很多西方都有護城河 護城河這是最簡單的 用挖條溝 對吧 再來呢 我們現在進到第一個門以後呢 剛才這個門呢 它叫做閘樓 就是閘口的意思 OK 閘口進來了以後呢 這個地方 看到沒有 它是有一個弧線型的 對嗎 整體這樣有點凸起來 左邊 左邊右邊有點凹進去 好 這個地方呢 就叫做躍城 躍城什麼意思啊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正門啊 走進來以後 面對一堵牆 你就過不去了 就說就算大軍從閘門打進來了 你就堵在這了 你必須分兩邊走 所以我會把 兩邊走 上面怎麼形式比較難 你這個一進來以後 你想一進來以後 第一個 你面對到這麼高一個箭樓 箭樓 你看這個窗 每一個窗都可以射箭 對吧 這個 幾十萬的箭 就射下來就 我們這邊就 就直接滅了 你就算沒滅了 你兵力啊 必須分兩邊走 因為你 分散之後 分散以後 對 各個突破 對 這就是這個躍城的作用 那 那整個這個明城牆 就是這個西安城牆 它是按照著明代的一個叫做 門三重 樓三重的一個建築工法 什麼叫做門三重 就是說它整個城牆 它是有三道門的 這是第一道 剛才那個 閘門是第一道 然後 月城門是第二道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正城門 三道門 然後樓三重 也就是閘樓 劍樓 還有正樓 好 就是永寧門的那個正城門樓 總共有三重 我們依序 往下 走 你看 當初的那個士兵對不對 外敵就好不容易攻進來 就看到那個劍樓就 對對對 我們是剩餘兵力 剩餘兵力 繼續往旁邊衝 對吧 你只能分兩邊的往旁邊衝 走 好 好 從月城呢 繼續往邊上走 這是月城的邊上 然後要繞過這裡才進得去 好 這邊呢 我們就走過了月城 走過了月城以後 你看這個城牆這個厚度 這多厚 超級厚 超級厚 好 我們走進來以後呢 現在呢 這個地方啊 就到了 大家比較常聽過啦 這個地方呢 就叫做 旺城 旺城呢 就是 看 它是一個四邊形的 對 好 四邊形的地方 這個叫做旺城 旺中桌邊 有沒有聽過 什麼意思就是 你在一個水缸裡面 把困在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劍樓的士兵 側左右牆的士兵 主樓的士兵 通通都可以往這裡面射電 對吧 就一樣 你好不容易 繞過了第一輪 你跑進第二個旺城以後 又被撤死了 基本上 光這兩道你就攻不進來 對 這是非常非常難 所以說為什麼 他們講叫做門三重 樓三重 就是三個 古時候那時候 他們一句話叫 門三重 樓三重 它叫什麼 金湯若故 不可攻 就是 絕對是打不進來的 你光這三重就夠了 其他都不需要了 對 然後到了裡面 這邊呢 這個永寧門 這個才是主樓 主樓上面呢 就是 當時的守城大將 他就會站在這個上面 然後就 糟糕下面的人 要嘛投降 要嘛就死 對吧 你根本沒得選 我們上到城牆以後 還有更多的這個 古人的黑科技 走 這就是 旺城 對吧 剛剛講的一個 框框框 從裡面攻進來 就真的是死在中間了 根本不可能出得去 你旁邊的城牆那麼高 你爬一次牆就已經很累了 怎麼可能再爬 沒這個機會了 我們現在呢 已經登到了城牆上啦 今天人不算太多 因為今天是星期一 就大家要拍照什麼的都還算是很有空間 大家可以看這個城牆 牆體有多寬 好不好 你就算有炸藥炸不掉 炸不動 對啊 這麼寬的牆體 你看這 這比 這有大概 三線車道這麼寬啊 對不對 像前面我們 在城牆上 看到這種小房子 每隔多少的距離就有一個 這是什麼 這是幹嘛 你知道 我說古代 現在是商店 現在是商店 古代它是幹嘛的 算是那種守衛點還是守衛點 這個 不是守衛點 是守城士兵住的 就是在這裡面 每一個裡面 都可以屯兵 好 當你就算你好不容易攻上 比如說如果你是爬牆上來的這種 你就會遇到城牆上的士兵 對 還是可以把你捏掉 對 就這樣 你看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射箭的那個洞 有沒有 這就是這樣 然後底下有人攻城這樣 射它 對 這就是城牆那個洞 你看這個城牆有多高 你看 這城牆 基本上就可以把整個人罩住 把它保護起來 你這個躲在這邊有沒有 拿弓 欸 這樣子 對不對 很安全 然後呢 還有這個小洞 你看每一個 它旁邊有個小洞 這個小洞呢 有很多種說法 這個呢 你可以比如說有人爬到那裡 倒遊 或者是怎麼樣的 也是有它的用處 然後也有人說你可以這樣偷看 對不對 看看別人到哪裡 對 是不是這樣 很多這種做法 OK 來 我們蹲下來看一下 好 蹲下來 大家看喔 我們講呢 說整個城啊 你要用打的 要攻 基本上剛才有這個 月城 旺城 基本上你就打不進來了 對不對 那 剩下還有一種攻城方法 就是圍城 對不對 圍著把你餓死 對 那第一個呢 西安城本身很大 你要圍它的話 那你兵力要非常的重 第二個呢 圍城的時候啊 城裡頭最怕什麼 缺水 缺水 缺水這個 缺糧 糧你可以囤 水你不好囤 囤不了太多 對不對 那缺水啊 我們看整個西安城牆 它的設計的時候 當你蹲下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外頭啊 你往那邊拍一點 外頭那邊會相對高一些 裡頭是相對低的 這一半是相對低的 就是說在圍城的這個 十個月八個月的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老天下雨 那麼這個城牆上 整個城牆上的水都會往城內流 對啊 這樣你就有水了 你就不怕人家圍 大家看喔 這個水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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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造型當然是現在的 但它以前就保留了這個洞 以前就是有這個排水設施 然後你看外頭 這個 這一道 這一道 不是很明顯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角度 這一道呢 它就是這個水就會這樣流下來 下面就可以接水 水就可以保住了 你就有足夠多的水跟人家耗 不怕人家圍城 這個角度喔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其實我們現場看是很明顯的 就是這一半比較高 有沒有 就是外牆的地方是高一點的 內牆的地方是比較矮的 它這個整個路面上 它就是斜斜的 就是傾斜的 所以當雨水下下來的時候 就全部都流進去了 哎 所以啊 這個永寧門 它為什麼叫永寧門 取就是取這個永保安寧的意思 啊 就是基本上永遠打不進來的意思 所以這西安城裡頭的老百姓 其實是很舒服的 哎 就沒什麼 沒什麼大事的 但是打不進來了 對啊 像那個 城堡那邊 四川那一代是天然的 所以一個就是人工的 其實不只 西安本身喔 我們那天在那個西安博物館那一集 歷史博物館那一集 就有跟大家講到 為什麼這個十三朝都要定都西安 為什麼要定都長安 因為它這個地理位置上本身 它就已經擁有天然屏障了 嗯 它周邊呢 有秦嶺 對吧 然後周圍呢 又有八條河 大河 什麼衛河啊 什麼河的 大渡河 整個那個 把整個長安這邊圍起來 所以第一個 你要渡河就很難 對吧 然後呢 你有河又不缺水 對不對 然後你要翻山要攻進來也很難 你攻進來裡頭還有城池可以打 所以在這個地方啊 真的是一個 呃 那叫什麼 得關宗者得天下 對不對 就是 大家都定都在這裡 OK 那我們剛才呢 講了非常多 這個城牆的防禦系統 還講再講一個 這邊 大家從這個 這個箭洞看出去 有沒有看到 對面那邊有一個突出來的 對吧 這個 這一排是城牆嘛 這邊有一個突出來的 那突出來這個東西啊 有沒有像馬的臉 這樣突出來的那種 那種感覺 因為馬的臉扁扁的嘛 好 這個東西呢 古代他們叫馬面 好 就是馬臉的意思 這個東西是幹嘛呢 這個東西啊 每隔一百二十公尺 就有一個 每隔一百二十公尺 要有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的城牆啊 就是平平一道牆的時候 當人在你正下方的時候 你是射不到他的 你懂為什麼 你沒辦法攻擊他 如果他們衝進來 貼在你正下方 你得像我這樣子 探出頭出去 對 你一探頭 他就把你幹掉了 所以你不能探頭 那你有這個馬面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從側邊去進攻 下面正在打算爬牆的人 不管他們要用繩索 他們要用梯子 他們要怎麼樣 你從這個地方 這個角度就可以去射他們 那麼為什麼是一百二十公尺呢 因為啊 古代的弓箭手 一般拉弓射出去 他最遠距離大概是六十米 所以每隔一百二十公尺 基本上就是無死角 對 零死角的去攻擊 那這個馬面 像這邊是因為是 亡城他比較凸 那邊的話就有三個洞眼 有沒有看到 他那邊就可以射過來 這三個洞眼就足夠把 這一個中間這個區塊的防守度 然後他跟他後面 又有另外一個十塊塊 每一個都有 超美 厲害了哈 啊 哇 增強好大啊 有人不想走 哈哈哈 有沒有看到我臉色越來越大 哈哈哈哈 嗯? 好熱喔 嗯 對 好熱喔 好熱喔